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他说AB属于N 那九分之五 小于B分之A B分之A又小于七分之四 那我们要试求B的最小值是多少 我们要去试求B的最小值是多少 那注意我们最主要是要观察的是B 但是这边有A跟B两个位置数 那第一件事情 这个AB属于N 同学 N代表的是正整数 那正整数它是可数的 例如说来数正整数 一二三一直下去 那既然可以数 那就可以一个一个拿进去try 所以很多时候正整数的问题 都可能要去凑答案 先跟你们说 当我们看到正整数 直数prime或整数的时候 你要注意 很有可能 在数学上我们都要去凑答案 OK 好 那我们来开始了 这个AB是正整数 那我们希望去求B的最小值是多少 那这个AB 这两个数字 写成现在是分数 可是我们要去看B 所以我会先这样做 把这个字拆成两段 来 9分之5 小于B分之A 把它交叉相乘 因为都是正数 把B乘过去 就乘过来 所以呢 我们会发现 这个9A 不是 5B会小于9A 那整理一下 会得到9A 减到5B 大于0 9B 5B 大于0 这是第一个式子 那第二个式子呢 我们会发现 这个B分之A 会小于7分之4 所以整理一下 交叉相乘7A 小于4B 那把4再移相过去 会得到4B 减掉7A 会大于0 真的不好意思 大于0 大于0 好 题目都是他们两个大于0 注意 不会相等 那既然如此的话 同学 A是正整数 B也是正整数 那9A 前5B 如果大于0的话 注意哦 这两个位置 大于0的位置 都必然为什么 必然为正整数 所以我确定 9A 减5B 等于S 那4B 减7A 等于T 那ST 都是 都是正整数 可以吗 好 那继续往下的时候 我们接下来看 你要的是谁 你要的是 B的最小值 那既然你要B的最小值 我们用1次跟2次 想办法把这个 A消掉 让B怎么样 跑出来可以观察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时候 怎么做 第一个式子 乘以7 加上第二个式子 乘以5 第二个式子 乘以9才对 那你会发现什么事情 第一个式子乘以7 63A 那减掉35B 第二个式子乘以9 36A 减掉63 36B 减掉63A 所以这两个式子算完以后 左边只剩下一个B 那这时候B 就可以写成7S 再加上9T了 可以吗 所以我们的ST 就可以把B 拼出来 那我们知道ST 就是正整数 怎么样去找最小值 B的最小值 我们只要S跟T最小 那这个B是不是就最小了 那因为我们知道ST 是正整数 所以我们去取 S跟T 等于1 两个都是1 那这时候就可以得到B的最小值 6等于7加9 叫做几 16了 这题有点难 这题真的有点难 最主要是 这两个东西 可以用位置数表示整数 然后呢 B可以利用S跟T 拼凑出来 最后 因为ST都是任意的正整数 所以我们去取 它们都是1 算出来B 就是16 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题没有很简单 那你们 就稍微看一下 好 那刚处理完了一些基本的不等式 也不是基本的 其实那些题目真的都蛮难的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 要去看一些这个 其他类型的不等式问题 那高中碰到其他不等式 这个我大概会讲 再讲个两种 一个是 这个绝对不等式 然后一个是这个 算计不等式 最后的柯西不一定会讲 最主要是因为柯西 真的离小朋友比较远 然后有空我会稍微讲一下 但也不会说很深 我就稍微提醒 来 那我们来看这个绝对不等式 绝对不等式又叫三角不等式 如果以后在 这个高二的向量里面 它会有一些三角的样子 那基本上它是有绝对组成的 看这边 这个绝对值A加绝对值B 会大于等于相加再取绝对值 这个叫三角不等式 绝对值A加绝对值B 会大于等于相加再取绝对值 好 那这个时候等号发生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有两种情形 第一个 会产生最大值最小值 这个东西跟我们以前 一直讲的都是一样的 在讨论这个等号发生的时候 会产生极致这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 此时呢 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就是A B两个童号 童号或者是零 我们就写成相乘 会大于等于零 因为要么是正正 或者负负 要么其中一个为零 才会大于等于零 OK哦 好 那既然如此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 稍微的往下看 做一些小小的实验来看 让你感受一下 什么叫绝对值B 你看哦 首先 同正的 5的绝对值 加3的绝对值 那不等式的另一边是5加3 再取绝对值 那我问你们 这两个东西是大于还是等于 那当然是等于嘛 对吧 哦 那第二个 如果是5的绝对值 再加上负3的绝对值 另一边是5加上负3的绝对值 那请问你是大于还是等于 这也是8嘛 这也是2 所以当然是大于 那如果是负5跟正3呢 那如果是负5跟正3呢 负5再加3 那这时候这里也是8 所以又等于了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哦 如果是同号的话 会等于 要不然就会怎么样 大于 故 我们会发现这件事情 就是 A的绝对值 加上B的绝对值 会大于或等于 A加B 再取绝对值 会有这个现象 那至于为什么呢 我们来可以证明它 那如果你们以后 在这个考试的时候 有可能会碰到一些 需要说明或证明的内容 那就尽量诉说就好了 那如果你要去证明一个不等式 就是一边比较大 一边比较小 最简单的方式是相减 可是呢 你在相减的时候 要想办法 可以把绝对值脱掉 那怎么办呢 我们来回忆一件事情哦 例如说绝对值的 3加2 的平方 是不是一样可以写成 3加2的平方 这可以吧 最主要是因为平方以后 都会很正的嘛 所以你有没有写绝对值 都没有关系 好 所以我们要去证明这两个式子是大于等于的关系的时候 我就把左边 的平方 去扣掉右边的平方来观察 来咯 绝对值A加绝对值B 的平方 的平方 去扣掉绝对值A加B 的平方 展开来叫绝对值A的平方 加绝对值B的平方 加上两倍的绝对值AB 那绝对值A加B的平方 那绝对值A加B的平方 你看到这一项哦 这一项是不是可以直接的改写成括号 所以可以直接展开来 所以呢我们再扣多少 我们再继续扣A方 加B方 加B方 再加上两倍的AB 是这个样子哦 好 那该消了 我们先消一下哦 来 A方 B方都消掉了 那剩下的像把他合并在一起 它就变成两倍的绝对值AB 再去扣掉两倍的AB 哦 这两个数字哦 它是不是只差在正幅而已 这里 是不是一定是正 后面 是不是因为有正有负 哦 那如果正的减正的 这两个如果同号的话 是不是可以消光光 如果这个2AB是负负责 就变成大于零了 所以 你会发现 怎么样 它两个的形式绝对会大于等于零 对不对 哦 当绝对值AB 等于AB 等于AB 表示 A乘B 代 等于零的时候 这时候你会发现两个 算完会怎么样 会变成零 会变成零 如果 又当绝对值AB等于AB 也就是说AB相乘大于等于零的话 那这时候绝对值的去扣掉2AB 就会等于零了 所以你会发现要么是大于零 要么是等于零 那等号发生的时候 这两个 要一样 所以AB要同号才行 好 也就是说 这个三角不能设本值 就是两个绝对值相加 就会大于等于相加 再去取绝对值 好 你们再看一下 好 那接下来我们做一下三角不能设的一些练习 看一下范利六 范利六他说 第一条题 要需求绝对值X18 再加上绝对值X2的最小值 也就是说 我们希望去看 这整坨东西会大于等于多少 如果这里有一个数字叫3 那这时候最小值 就是我们的3 可以吧 可以喔 好 那既然如此 我们来 思考一下喔 如果你来去找最小值 一边是变数 一边要是数字 那我们现在看到了题目给我们的两个绝对值 那既然有两个绝对值 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看看 前面的三角不能设 就是 绝对值 绝对值X选8 再加上绝对值X2 两个绝对值相加 它绝对会大于等于 相加再取绝对值 哦 哦 所以我们的式子可以写成这样 可是写成这样喔 不是错 但你没办法去计算 为什么 因为啊 我们在解不等式 要去找最大最小值的时候 一边要是数字 可是你这两边 是不是都要X 没有办法把X消掉嘛 所以这里 这样写 是不是消不掉X 我们不能去使用这个式子 求最小值 那怎么做 我们可以取个桥喔 来 绝对值X选8 再加上绝对值X2 看好 这时候这个式子 它可以写成 绝对值的8-X 加上绝对值X2 那两个绝对值相加 它就会大于等于 相加 再取绝对值 你这样写的最美好的地方 就是这两个X就可以消掉 一边就变数字了 对吧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这时候 8-X的绝对值 再加绝对值X2 哇哦 它就会大于等于10 好 写到这里OK吗 那写到这里 我们就会发现 左边比较大 右边比较小 所以 当等号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会得到 我们就会得到 最小值 叫做10 好 这是第一小题 最小值是10 那第二小题要问的是什么 如果 当这个式子是5解的时候 要是K的范围 要是多少 同学 绝对值加绝对值 为什么会讨论有解5解 就是出在这个数字的范围吗 很多时候这个有没有解 就是一个数字的范围的关系 例如说 X平方等于3 哇 有两个解 X平方等于0 哎 正好一个0 X平方等于-5 哇 没有解了 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 这个式子的范围 会牵扯到有没有解的结果 那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这时候又 我们现在知道了 K 等于 XM8的绝对值 再加上X2的绝对值 由第一题知道它们大于等于10 也就是说不管怎么加 这两个都要大于等于10才行 而且当等号发生的时候 还有可能是10 那这时候K如果是几的话会5解 对 这两个数字如果大于等于10 K是13 那当然有解嘛 对不对 可以去看 去研究啊 因为这个满足我们的范围 对不对 所以什么时候会5解 所以如果要5解的话 这时候是不是只要K怎么样就好了 K小于10就可以了 哦 所以5解 K小于10 好 就是这一题 那接下来 这个问题解完以后呢 如果每一次都要去记这个绝对不等事 应该会蛮辛苦的 所以我们来利用另一个方法去思考这个问题 第一小题我们来看另解哦 绝对值也有可能表示距离 可是要用减 对不对 例如说绝对值3-5 3-5之间的距离 像这个样子 OK哦 好 这个就不多讲哦 这个国中有学过 那这一题可不可以用距离的角度看 是可以的 因为一边是绝对值X-8 绝对值X-2 X单独出现哦 所以我们来看 这时候我们的式子 绝对值X-8 再加上绝对值X-2 是不是可以写成绝对值X-8 再加绝对值X-2 所以你们很清楚就知道 这个是不是可以用距离来描述 我们要求的就是X-8的距离 再加上X到几的距离 到-2的距离 那这时候我们要去求什么值 求最小值就好 那既然要看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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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画竖线吧 好不好 来画一条竖线在这里哦 干干净净 好 竖线出现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有一个边界 叫做8 一个边界 叫-2 那么X是在竖线上 任意跑动的位置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有没有真的最小值好了 首先 第一个X可能的位置 它有可能在这两个的中间 你会发现当X在这两个的中间的时候 加起来的距离 是不是都是10 对不对 因为这整段-2到8就是10嘛 顶多就这么长而已啊 不然你还想怎样 对不对 在中间的人 所以我们会发现 当X介于-2到8的时候 这个4值的最小值是10 因为如果你超过外面 我举个例子哦 我换一个这个 比较张狂的这个粉红色好了 好不好 来 假设你的点在这里的时候 哦 它不给我换 可能太娘了哦 没关系 哦来 它给我换了 来 假设我们的X在这里 那请问你 到两点的距离有没有超过10 当然是有超过 有没有看到 对不对 那如果X在这里的时候 绝对也会超过 是吧 所以 我们的X如果在-2 左边8 右边的时候 这时候是X大也等于10的 所以有图你就知道 当X介于-2到8的时候 会得到最小值 叫的10 哦 所以这一题 就这样子 那你们再稍微看一下哦 哦 还有再强谈的是 绝对只可以用距离来想像 可以用距离来想像 哦